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很多爆款只是表象及热闹,其背后市场的真实销售盈利情况并不乐观。 首先,我们观察这款抖音爆款西瓜风车刀在淘宝和亚马逊的销售情况,我们将以亚马逊美国站为例分析抖音爆款西瓜风车刀的市场数据。 首先,我们找到该产品所在底层类幕,确定所需研究的数据范畴,核心类幕138.75921产品路径 Fruit Knives, Cutlery Knife, Accessories, Kitchen, Dining, Any Department 该产品所在底层类幕Fruit Knives, The Best Sellers中销量排名前100的产品中,我们发现, 此类幕下,不仅包括西瓜风车刀,还包括其他类型刀具,我们继续研究,这个类幕新品上架情况,在产品上架时间,与销量分布图中,表现最好时间。 段式最近三个月,产品数量18,焦量占比30.8%,其中,近半年上架新品,一共有32个,市场焦量占比43.900分号。 接着,我们对该类幕Top100产品列表,按照上架时间,将续排列,查看最近上架的新品。 从图表中,我们很直观地发现,最近上架的新品,几乎全是西瓜风车刀,最近的上架时间,是2019.5.20,最早的上架时间,是2019.2.25。 我们筛选出此类,幕下所有西瓜风车刀,进一步针对这个产品的市场销量情况,进行细化分析,如上图所示,该类幕下西瓜风车刀,产品总数21个,品牌数量21。 这21个新品,分别来自21个不同的品牌,该产品市场,总体销量月销量4105,最高销量1187,最低销量2,平均销量195,评价分布图,该产品产品评价,集中在图表左侧,新品页面评价,打造成本低。 虽然西瓜风车刀,市场整体情况不错,但是对于卖家最关键的一点是这样的产品,在亚马到底能不能赚钱,集产品盈亏测算,在1688中,找到同类产品,计算货源成本,11元人民币,折合1,6美元,在Sortime成本计算器中,核算该产品盈利性,设置成本,1,6, 售价9,99,投诚费用0.8,广告单价2,首先,我们将风险,预估最大化,设置前期转化,100%来自广告,广告转化率10%,结果显示每月亏损,1951,51, 我们将风险,预估降低,看能否盈利,随着时间,增加产品自然流量增多,广告销售占比,不断降低,直到销售占比,降低到14%,广告转化率10%,该产品才有机会,实现盈利929, 总的来说,西瓜风车刀,作为一款新品,在亚马逊,Fruit Knives J,的底层类目下,表现优秀,从2019年2月,上架以来,到最近5月20号一直,有新品不断上架,目前,此产品月销量,在4105单,平均月销量,195单, 随着夏天的到来,预判此类产品销量,还可能会有一定上升空间,但是这个产品,季节性强,作为一款,今年新出的产品,产品生命周期,不确定,也许,只是现象级热款,同时,在成本核算中,我们发现,该产品利润较薄,需要一定时间,将广告销售占比,降低到14%以下, 才能盈利,追热门爆款,是以往许多亚马,卖家常用的,一种选品方法,一些卖家,通过在Facebook,YouTube上面,热门视频,寻找热门产品,然后再去国内,1688网站,找同款开发上架,但是,很多爆款,只是现象级热门,卖家如果不了解,产品背后的,市场信息, 贸然进入容易亏损,只有当我们,对这个产品所在的市场,有了全面清晰的数据,把控和分析认识,才能最大化的降低投资风险,获得更高收益